小五在战斗时竟然意外走光 光灵斗罗确定为双性人 小五在嘉陵关前操作佛怒唐莲时大秀身材 让很多观众大饱眼福 可能很多人都没发现小五竟然走光了 在235级小五对抗天使军团时就出现了 玄机也注意到了这点 所以特地打上了马 自从小五复活之后 小五的裙子总是五花八门 在没打架的时候穿长沙仙女裙 有时候会变成短裙 但是只要小五开启第七魂纪柔骨兔分身后 就会变成超短裙 可能官方一方面是想凸显小五柔骨兔的柔术 另一方面是想让小五大秀身材 这个镜头中小五的反重力裙竟然消失了 本来该下坠的裙子大幅度飘了起来 与其说是制作组的疏忽 倒不如说是制作组有意为之 裙子全部飘了起来比起下坠更美观一点 毕竟咱们观众都喜欢看美女 在236级中小五收回了柔骨兔分身之后 裙子又变成了长沙仙女裙 小五真是玄机的轻闺女 每一次给小五的特写让观众看上去都是那么赏心悦目 另外最新出场的光灵斗罗很多人都猜测她的性别 根据最新给出的照片来看 光灵斗罗一半的脸是正常的 而另一半被寒冰覆盖 让人不由地怀疑光灵斗罗在先前被人杀死 后来与冰雪融合成功复活 就像鬼斗罗和魔鬼签订契约从而提高自己的实力一样 但付出的代价是从此拥有了一幅人不仁鬼不鬼的模样 光灵斗罗很有可能和鬼斗罗的遭遇类似 而且这种情况在玄幻小说中经常出现 我们从这些照片都可以看到光灵斗罗一半的身体是正常的 而另一半是被寒冰所覆盖 再加上光灵斗罗放技能时一男一女同时说话 说不定他还很有可能像蛇毛一样可以将弃武魂兽魂化呢 弃武魂是他的弓箭 而兽武魂则是他的本体 当然以上的观点是我本人的猜测 不过我基本已经确定光灵斗罗为双性人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明镜需要我们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cho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